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尼文傑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傑 今集想跟大家講一件事 一件事是非常爆炸的事 亦是一個非常突發的事 相信大家都聽過有一套黑暴電影 叫做時代革命 這個黑暴電影裏面其中有一個男主角 叫做阿爸 而這個叫他自己做阿爸的男主角 已經是著草潛逃去台灣那邊 但是潛逃去台灣之後 是不是就什麼事都沒有 他可以安於現狀地生活下去呢 其實文傑很久之前已經跟大家講過 那些壞人去到哪裏都好 都只會是一個壞人 做壞事的人 去到任何地方都只會做壞事 垃圾就是垃圾 你改變不了本質 這傢伙做什麼事呢 在台灣那裏 我不知道是他被人爆大禍 還是人家爆他大禍 還是他爆別人大禍 總之只知道這班人 是這班的主角 這班人 基本上 是用所謂的革命光環 繼續在那裏吃自由勢 兼衰十一 是 衰十一都衰 而且更加用自由勢 去 騙財騙色騙情 還要吃軟飯 即是操控他們 去做一些他們可以連結到的事 是 說得這麼輕鬆 其實這件事很慘 到底整件事是怎樣 我們大家一起去看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 訂閱文傑紳士內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鈴 選個全部 這樣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在昨天的時候 台灣那裏有一個所謂獨家報道 就說 紀錄片 時代革命的主角 港人阿爸 爆童未成年 啪啪 OK 那裏面的報道就寫 即是告訴大家 就說 社運圈 再爆性騷擾案件 紀錄片 時代革命 潛逃的香港人阿爸 姓溫的男子 他就不滿他遭到一個 升登在台灣的香港男人 控制他利用社運的光環 和未成年少女去連結 以及要求 就是個女性去做一些叫做公養 要告這個姓鄧的男人 妨礙他名譽等等 但是他自己亦都向這個檢察官坦誠 就說 他跟個少女 是有人與人的連結 以及有金錢的糾紛 即是說 這一件事 是 他自己 這個 時代革命的男主角 姓溫 叫做 爸爸的人 是真的 搞小妹 是真的 用小妹去供養她自己 你只不過 可能說 一個小妹不夠我吃的 所以我不是靠她供養 對得來又錯咯 錯得來都不是錯了 這樣 只是這樣解的 那麼 那個報道就說 檢察官的處分書裡面就說 去年 六月份 這個姓鄧的 在台灣潛逃了的男人 透過IG刊登了一件事 就叫做 嚴厲譴責時代革命 爸爸請廣傳 的文章 就說 近日他接到幾宗的投訴 就說 這個時代革命的男主角 姓溫 叫做爸爸的人 利用光環 多次向不同的自由西 即是女人 他寫 女性受害者 進行有片的人與人的連結 再索取金錢 當中涉及未成年少女 需十一 事件相當之嚴重 我有理由 我有理由懷疑她是鎮鴨來的 不是的話 你怎可以是 跟不同的女性 是咯 連結完之後 別人會給你錢 我有理由懷疑她是 OK 咻咻咻來的 如果不是的話 他應該進行一些法事 那些法事 是我和你都不認識的法事 叫做性交轉運 是 如果不是的話 怎麼會 哎呀辛苦你啊大師 又要出力 又要吃 勵勵勵勵勵 要不然怎麼會這樣 是不是 當中還要涉及未成年少女 這件事兜不到 兜到這裏 停了 兜不到 喂 你搞歸搞 搞小妹做甚麼 對不對 這件事是嚴重的 真的嚴重的 這些所謂的什麼 什麼社運分子 其實黑暴分子 就是透過去搞這些所謂的社運 去賺錢 去滾女仔 去玩女人 滾女仔和玩女人是不同的 女仔是小一點的 女人是大一點的 OK 然後還要利用他們去賺錢 陰工 真是很陰工 這個姓鄧的男人就說 他就是當時說 他將會見幾個當事人 並且會陪同這些女的事主 女的自由西 和他們去台灣的司法局報案 跟著更加說 如果香港有任何曾經 給這個時代革命的男主角 姓溫的男人 詐騙的朋友 請聯絡他 他將會透過司法途徑去協助 那就是說些甚麼呢 其實裏面包含著的含意就是說 這傢伙不單止在台灣賺錢 在香港的時候已經賺錢了 差在不知吃了多少隻自由西 只是這樣而已 之後 這個姓鄧的男人 在IG刊登文章 就說 姓溫這個時代革命的男主角 不斷地藉著由片中的光環 即是時代革命那段片 給他賦予出來的光環 在台灣 對一些女性的受害人 即是自由西去行別 我就是這個 即是時代革命的男主角 即是利有幸和這個男主角 睡一晚的話 你就即是今晚大個女兒了 這樣 跟著就說 要提醒其他人 姓溫這傢伙呢 是借黃黎賺食 借黃色經濟圈 黃絲經濟圈 黃色性交圈 黃絲性交圈 黃絲自由西 這些利有幸和 其實黃只是政治取態 不過他們的思想都是黃的 即是這件事利有幸和 姓鄧那個就說 他已經籌集了所有 給這個姓溫的男人 以時代革命光環騙財騙色的證據 會幫手足提高討回公道 你說那麼多 其實代表著什麼 吳祭 他吃了那麼多件 我沒有吃到 我覺得不公平這個世界 為什麼 其實很久都會這樣 這個姓溫那個人 即那個男主角 不滿這個姓鄧的 IG這篇文章 就說他 是侮辱他 誹謗他 然後呢 這個姓鄧那個 就去偵查的時候 就向檢察官 出示了兩份的錄音檔案 標題就是說 溫嘟嘟 即時代革命的主角 承認與未成年少女發生關係事實非裂造 即是一件事 還有 溫嘟嘟 被揭破於2022年3月4月 與未成年少女發生關係 你覺得這些未成年少女仔 其實 其實 是香港的還是台灣的 如果你剛才有聽到我專心說的話 我也講過 他用黃 來押美妹 即是那些 是在台灣的美妹 十幾歲的 就被他這樣 押了 OK 再提供這個姓鄧的男人 再提供幾個香港人的通訊 對話截圖做作證 裡面對話的內容 就提及到有很多個香港人 催促這個時代革命姓溫的男人還錢 並且談論這個姓溫的時代革命的男主角 不單止與女性有金錢的糾紛 更疑似是騷擾女性 並且要求他那些契家婆 或者契家妹 未成年那些契家什麼 明事彈不知 契家金魚 要求他們供養 未成年怎麼供養你 跑個身出來做就行了 可以的了 是啊 有自由勢 就自然有人吃了 那就有錢了 你就去養我了 哇 是不是人來的 這也不是人的所謂 但這些就是正正這些黑暴的所謂 還要是時代革命裡面那件的男主角 這個姓鄧的男人向檢察官就說 被這個時代革命男主角姓溫的男人 騙色的未成年少女向他洩露 當時這個女生十七歲而已 十七歲哪日不要念 那就和這個姓溫的男人 回了家 過了晚夜 睡覺珠 那你猜是不是只是睡覺珠呢 當然不是啦 還要是 發生了一些超越友誼的關係 可以是發生一些有寶寶的關係 除此之外 這個男主角還和姓鄧 告她的男人的老婆有婚愛情 那就糟了 你不怪別人來告她 你知道他們那些的關係是朋友妻 不就雞 不就雞 這樣的嘛 所以她就遮住 這個姓溫的時代革命的男主角 遮住這個姓鄧潛逃了過去 在台灣的黑暴分子的老婆 嘩 這麼複雜 嘩 阮文安的老婆也很危險 想想想想 可能不是 可能別人一早已經是 各自各玩的 對不對 而且還要 吃也不要緊 吃完拿那一刻糟了 她吃完姓鄧的老婆 她還要拿姓鄧的老婆的五萬元 欠她五萬元 其實也挺厲害的 她不做鴨 真的浪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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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開玩笑 浪費了 接著她說 因為姓溫的時代革命男主角 是一個知名人士 基於公益目的 才是現在揭發姓溫的男人 敗壞私德之行為 算了吧 她不是追求你老婆 你理她也傻了 她不是追求你老婆 再掠上你的錢 再掠上你老婆的錢 再掠上你旁邊的小妹 旁邊的女生 你理她也傻了 對不對 其實就沒有的 別人有吃又拿 你就是被別人吃 和被別人拿 所以你就不順氣 就是為什麼 這個檢察官傳召 這個姓溫的時代革命男人 出庭的時候 這個姓溫的男人就說 是的 沒錯 他真是吃美女 他真是衰十一 亦都承認 和姓等的男人的老婆 是有關係 還要借錢 不過都還了一點 並且另外再和其他香港人 去再借錢 並且再分歧去還 檢察官再傳召 和時代革命姓溫的男主角 發生關係的未成年少女 出庭作證 那個少女 不但承認 是和時代革命的男人發生了關係 並且出事和朋友的通訊對話造證 即是甚麼意思 即是說 他吃的小妹不只吃一個 是吃一班 是 沒錯 正常人是沒有那麼幸福的 正常的女人都不會像他們這樣 放心 他們那班人糖水滾糖魚 正常的女人和正常的男人 是不會入到他的圈裡 檢察官認為 這個姓鄧的男人所刊登的文章 不是憑空獵 有相當之的理由是確訊 是真實的 姓溫這條粉產 他身為時代革命的男主角 身為社運的人士 知名人士 相關指控未成年 即是搞事等等的情節 和兒童 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公共利益有關 是可以受到公進評論的事件 即是這個姓鄧的男人 用語尖酸 激進而令人不悅 但是都是屬於意見表達而已 所以就不是構成公然侮辱罪 所以台灣那邊就不告姓鄧的男人 但是姓鄧的男人也很慘 不知道他們綠帽脫得快不快呢 但是綠帽脫得快也沒用 因為錢又被人騙了 旁邊的人又被人吃光 你做人還有什麼意思呢 你說吃人的的話 你現在是老婆被人吃光 真是很難搞 所以他要申請賠償 除此之外 因為姓溫的時代革命的男主角 就和姓鄧的男人的老婆 他們自己搞在一起 而被姓鄧的男人 就是叫做掃情侵權行為 損害賠償 侵權? 原來搞了他老婆就叫侵權? 哇 即是用詞 刷生了我的知識系統 台北地縣 台北簡易亭 日前判決了姓溫的男人 就需要賠償二十萬元給姓鄧的男人 就可以了 那那些什麼 與未成年少女 嘶 多於一個嘛 要總數加X的嘛 一班未成年少女 發生關係的罪怎麼辦 不用解決了 任由她 那 那 沒事的 都完了 未成年現在都擺到成年了 沒事的 台灣是這樣的 不是你想怎樣 是啊 台灣真是 台灣真是 怪不得這麼多人想去台灣 原來 跟那些什麼未成年少女 即是發生這些行為 再拿他們出來去 即是 想著不知買春還是賣春 然後就 又騙財又騙色 當自己是鴨 這樣滾來滾去 即是 原來 沒什麼後果的 在台灣 怪不得一些黑暴 這麼期待走來台灣 我現在終於都明白了 但大家明不明白得到 在他們那個什麼社運圈裡面 甚至乎去到他們很推崇的這一部電影 時代革命 他裡面的男主角 到底是什麼人 在玩所謂社運的人 到底是什麼人 現在他們醒了沒有呢 如果你覺得他們還沒醒 麻煩你發這段影片給他們看看 還有 羅冠聰那些在 國外的時候 現在是國外 那些男女關係 你知道這裡是 複雜到 跟這件事差不多複雜 真的 你可以去那些叫做Telegram那裡 你找回羅冠聰 那些情史也好 有些女女的控訴也好等等 裡面的東西都複雜的 不是那麼簡單的 所以 所謂走入這些社運圈 有這些社運光環 他們看中的是什麼 只是看中兩件事 一就是自由欣 沒有什麼責任要負的 二就是自由錢 亦都不是很難要去找的 這兩個就是他們的目的 希望大家認清明白 和了解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明傑 你怎麼看這件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訂閱明傑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鈴 大家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